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不断的急升 当大量大量的病患涌进医院的时候 甚至是有一些护士还有医生 每天必须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停 疫情前线还传出严重医疗物资短缺 很多护理人员同一个口罩必须戴上好几天 完全就暴露在高感染的风险当中 医疗用品不足再加上美国CDC告知医疗人员 必要的时候是可以用头巾来取代口罩 可像这样的一个形式马上被外界给炮轰 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他宣布的国防生产法 态度可以说是蛮反复的 所以让前线的医疗人员持续曝入在危险当中 身为先进的医疗大国 我们说到美国这回为什么会被病毒肆虐的如此严重 甚至为什么现在会处于如此的窘境 一块来看我们报道 怀疑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作为其实不断被放大 因为他已经连续好多好多天 狂轰说是中国病毒 甚至还认为说反正这个病毒就是中国来的 所以就应该理所当然叫做中国病毒 然后才因为在亚裔人口选票考量上面 他才态度出现大转弯 改口称他不会在中国病毒这上面的大作文章 因为大家都知道病毒从中国来的 但必须说这一回美中外交大战依旧是打得非常火热 因为中国的助法大使 推论上面特别还标注了川普大流行病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甚至认为是美国的军队 把病毒带到中国的传染源根本就不是在中国 现在双方是各说各话 美国也会对中国来求偿 病毒源头之争 只能说两个国家现在隔空交火 但当务之急好像不是在吵架 应该放在防疫上面吧 因果来讲情诗不只是非常严峻 其实对习近平来说 在中国这边也是必须做到防疫滴水不漏 否则恐怕也会影响到他的王位 我们说到最近习近平下令舆情诊治底下 41篇就责隐匿疫情 或者是追踪催哨者等等的相关报道 突然之间被和谐完全找不到 在一波强力审查之后 中国官方也不断地启动宣传机器 比方说像大家看到的这一幕 好像有点催泪 放送带点泪点的暖新闻 一则病患哭着 谢谢医护人员的拍摄现场 遭到踢爆 说是中共制造出来的假新闻 因为这些统统都是事先都say好的 就连哭的戏份也是导演叫你哭 你就必须哭 我们再来看到的国家是澳洲 澳洲可以说是南半球武汉肺炎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且放眼望去 对经济上面的打击更是可以想象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份最新整理出来的数据 2020到2021年的预算赤字 恐怕会达到GTB的4到5% 甚至光是2020年的赤字 恐怕就会达到GTB的2% 如果以这澳洲智库 换算下来的金额来计算的话 其实每人预算赤字会超过5000澳币 所以整体总的损失恐怕会破千亿澳币那么的多 雪上加霜的是 你看到那么一艘又一艘的游轮不断在停靠 虽然说已经杜绝大家尽量都不要搭乘游轮 但是恐怕还是讲不听 先前停靠在雪梨港的红宝石公主号 出现了确诊还有死亡的案例 澳洲人现在对游轮可以说是避之唯恐而不及 没想到现在要跳出来那么一艘华丽号游轮 要停靠在澳洲的博斯 所以周章马上放话 不会让这一艘游轮停靠的 会如此大动作拒绝 恐怕是因为澳洲经济已经面临到空前危机 去年光是野火就已经造成数百亿台币的损失 没想到这一回又遇到了这一波的疫情来打击 你快来看我们报道 现在大家对病毒的未知 反映在了疯狂抢物资团货 最近除了各国都抢翻天的卫生纸之外 其他因应不同国家的文化 大家抢的东西可以说真的是无奇不有 比方说像是美澳有人抢枪 英国有人抢的是酿酒的工具 在荷兰有人抢的是大麻 但是专家就说了这些其实都是在恐惧底下的反应 只是面对恐惧没有办法消除 有专家跳出来 其实要教你如何正确的囤物资 遇到像这样疫情来袭的时候 像香港教你准备的是身影水 还有小体积的食物 甚至像是口罩还有酒精当然是必备的 日本这边则是教你最好要准备一些保暖的用具 因为现在其实炸暖还寒还是有点凉 另外讲到是台湾这里的小饼干 真空包装食品 浇毒用品 证件还有现金等等 最后看到的是德国这里 则是教你准备3.5公斤的米面 还有像是蔬果 甚至还有奶制品 不要乱买一大堆 最后整车都没有用 最近的关键字就是请洗手 各国政府都积极在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 除了要拍像这样的宣导影片 教大家口罩到底要怎么正确佩戴 而越南这边的卫生部还找来歌手 推出的每首洗手歌 旋律师非常的洗脑 甚至红遍全世界 还有一名舞者还用他编了一支洗手舞 要怎么跳 来看我们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